最新震撼消息!TV3污蔑阿兹敏,今日他吃到火了!快看!他破口大骂TV3,句句属实!点击看视频! 大气!阿兹敏阿里罕见暴怒,炮空TV3是假新闻制造厂,若电视机是便宜货,我每晚必砸烂一部!内有视频! 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针对TV3连日配合国阵制造虚假指控,在一约土地课题上抹黑雪州政府,诬赖他和西蒙官员中宝斯囊蚕食当地人民利益! 阿兹敏愤怒反驳道,TV3对国阵的贪污腐败问题,对首相纳吉的义马公司贪腐问题和联土局的贪污指责从来不敢报道,不敢让人民看到国阵贪婪腐败,鱼肉人民的真相, 却不断配合国阵屋统制造虚假新闻抹黑真正关心人民福祉的西蒙州政府 如果电视机是便宜的电器,我每天晚上都会忍不住砸烂一部!他愤怒地说 在雪州一约伊朗克土地课题上,雪州政府与人民即使已经达至双赢局面,实际上是居心不良的国阵捧党,包括前任州务大臣卡利和他身边的人不断破坏,制造各种不实的谣言企图 这些阵谋都不能得逞,因为伊约人民心中雪亮,不会被国阵捧党愚弄 雪州政府在伊约开啃者土地课题上采取的解决方案,不但令受影响的980户人家获得18万令吉和市值40万令吉的房屋赔偿,而且也令州政府获得估计总值7亿5000万令吉的1000英亩土地,达至双赢局面 刮拉雪兰额区国会协调官祖基菲里表示,这项双赢方案令州政府获得1000英亩地库,而且各户可获得一笔现金和一间家园赔偿,令他们喜出望外 就因为雪州大臣做出的这项明智决定,令州政府获得1000英亩土地,所以这个结果可交由大家去评断 祖基菲里针对国阵在一约土地课题上做出的不实止的发表文告,驳斥对方此举显示在执政时期无能地解决这项僵持已久的课题 国阵巫统策略及通讯主任拿督斯利阿督南兰在这项课题上发表的言论,清楚显示他根本不理解州政府在化解这项课题上所采用的策略,以致对开啃者和发展商所带来的双赢效果 此外,祖基菲里也指前雪州大臣班斯里卡利,在位期间所采用的方案具有一定风险,包括可能落得如马来亚银行起诉州政府在夺的课题上的下场,恐怕得根据市价赔偿一笔巨额给发展商 雪州大臣政治秘书苏海米驳斥自己并为人身攻击前雪州大臣班斯里卡利,反之要求对方与特别助理法医卡停止攻击雪州政府和州务大臣阿兹米阿里,以免沦为国阵的代言人 她说,自己在医约土地课题上并没有对卡利做出任何人身攻击,反之身为卡利特别助理的法医卡却屡屡发表毫无根据和污蔑性的言论 我的言论并未构成人身攻击 如果论及人身攻击,法医卡对阿兹米做出的攻击更严重,这又该如何解释? 苏海米向当今雪州披露,自己不曾通过社交媒体攻击卡利,而且之前也曾赞扬她的一些表现 只是当对方的所作所为,令州政府能亏时,自己才会做出反击 由于前雪州大臣在医约土地课题上的做法已损及州政府利益,所以我才会跳出来发声和表明立场 她要求塔利和法医卡不要沦为国阵的代言人,协助搞垮现有的雪州政府 我凡是一礼聚,对我而言,她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请不要被国阵利用及保重身体 我的劝告就这么多 此外,苏海米也促请各造停止渲染医约土地课题,州政府已交由大麻烦贪污委员会处理 各造就应耐心等待调查报告出炉 法医卡早前在文告中称,苏海米并未就医约土地课题做出详细解释,反之对卡利做出诸多人身攻击 卡利早前接受本地一家媒体访问时,质疑州政府把医约土地交还给发展商的做法 事实上,州政府采用双赢方案解决一约开垮者的土地课题,包括领980户开垮者获得18万令吉赔偿,同时分配到市值至少40万令吉的一间民宅单位 来源,网络枪手张无忌张担风,马上转发 期待